蟹心汤呢,其实基本上头啊,跟半下蟹心汤的药味是一样的嘛,只是甘草加重 而我们之前在讲这个,讲这个痞症的时候啊,讲到这个黄连黄情的时候 直觉它是因为热在上面,含在下面,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东西降下来而已嘛,是不是这样子 可是啊,当这个甘草加到四两之后啊,这个方济本身有了一个质地上面的变化 也就是它的那个方济的调子,其实是一个变种 它的那个力道啊,跟生姜蟹心跟半下蟹心都变得有一点不一样 甘草蟹心汤到了后代啊,变成一个,好像临床上你要说是什么东西啊 有点像是强力解毒方之类的,就是什么瘟疫啦,什么灵病没毒啦,什么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 就是你身体里有那种毒疮啊,什么那种,有的没有啊 就是那种,你觉得有,就是黄连黄情本来就是比较燥的含药,对不对 那有了那么多甘草之后啊,它跟甘草加到一起 形成一个很奇怪的解毒药的结构 所以身体里面那种不干净的东西啊 甘草蟹心汤变得特别有用 我们一样里面那个猪木通啊,说甘草蟹心汤是一个什么,狗柱 就是说有一种人他的病啊,是这地方长一坨 也不像一坨肉或者是笼包的东西 他说这个病呢,是要让你啊,找一只狗靠上去啊 用狗的体温靠一靠就会好,所以叫狗柱这样的 那这种病呢,那是吃了甘草蟹心汤 一夜之间整个大一坨东西就消散掉之类的 就变成一个很强的散毒药啊 就是另外两个蟹心汤没有很明显的 但是你如果要说有没有这个效果 其实有,像半夏蟹心汤啊 你平常吃一点点 因为吃多了脾胃还是会倒啦 但是你偶尔吃一些,那也是排干毒的药 半夏蟹心汤本身啊 我们灵上有个地方可以用,就是食物中毒的时候 如果你是左官右官 同时把到浮浮尖尖的慢 就是你好像脾胃跟干 莫名的都激动起来了 那通常是吃坏食物中毒 那那个时候是用半夏蟹心汤 你可以说它是帮助排毒的药 也帮助解毒的药 你也可以说因为它的症状是心下痞 因为食物中毒之后接下来就什么 吐利皮吧,就齐全了 所以这个你从哪个角度来讲都可以对啊 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身体有这种腐烂的现象 甘草蟹心汤是特别的有办法 那当然一般,因为你说甘草是比较一个有安定效果的药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用到甘草蟹心汤的时候 像是有些人它的脾震是连震那种 因为无论是半夏蟹心,生姜蟹心或者甘草蟹心 都是,都可以有脾震是必然 对不对,都可以有拉肚子的现象 三个蟹心汤都有可能有拉肚子的现象 那这个拉肚子的现象 你说我用黄禽黄脸可不可以,可以啊 因为黄禽黄脸是止蟹的含药 不是帮助你蟹的含药 所以他们是止蟹药 黄禽黄脸不会有什么梗的 那这个 那如果这个人是脾 心下脾 然后又很容易拉肚子 然后如果西医是说 你这个人是肠肌动综合症 那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肠子太容易肌动了 神经失调 那那个时候也可以挂到甘草蟹心汤 它比较安定的效果 当然先决条件是不要有气质性病变 就是如果你有那种有形的什么毛病 那不一定是甘草蟹心 甘草几个蟹心汤的那个处理的层面 都有一点偏形而上 所以这个甘草蟹心汤的谭蟹 生姜蟹心汤的水蟹 跟甘草蟹心汤的虚蟹 而因为这个中胶虚 所以它这个虚火就不能收纳 这个热气一直往上浮 所以临床上我说最简单的甘草蟹心汤的变症 其实是脾加繁或者是失眠 临床上其实比较简单是脾加繁或者是失眠 这是甘草蟹心汤 当然你如果要把它拆出来说的话 甘草蟹心汤的那三个字 也可以是这样子说 甘草蟹心汤也可以说是这个 口迷信 就是这个人啊 一面在拉肚子 那个拉是冷冷的拉 也不是热血 这个冷冷的拉就是哗啦啦的那个拉 那那个六蟹就是那种扑稽扑稽的拉 那这个 这个人一面在拉肚子 一面在掌口窗 就是下面是冷的 上面反而烧的 这个时候是甘草蟹心汤的一个比较适应的 当然日本人的医书是说 这种嘴巴破的拉肚子 是比较容易发生在产后的妇人身上 那么 其实到今天来讲啊 甘草蟹心汤好像是 临床如果用在小地方的话 也被拿来当作是口窗特效药 我们说破嘴巴呀 是不是 那破嘴巴当然我自己也说 今天的破嘴巴 我第一个会问说 最近睡得够不够啊 如果睡得不够的话 血虚吗 这个当归补血汤 加补中义气汤 那如果这个人说睡得够 那我再问 你平常吃什么呀 早上是生鸡饮食 中午是冰可乐 晚上是刹冰 那这是魏太韩 这个韩祖宗教 把阳气逼到上面 这个是贵妇李东汤主制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脾胃比较虚寒 好像收不住阳气 然后阳气浮在上面 这个上热小寒就这样子形成 一个以脾为主轴的 状态或者口迷信为主轴 这种口窗的话 那你就会觉得说脾胃的寒还是要补到的 但是上面的热也是要把它降下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用甘草谢心汤就比较适合一点 当然我曾经听过一位这个好像医学界的长辈啊 讲说 口窗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什么 泡疹引起的 说是其实你是一直都带着一种性病 这样子 那这个 这种说法其实因为性病啊 灵病没毒泡疹那些 其实在我们中国人的医学里面都觉得比较是湿热之毒 对不对 那种污浊的湿热之毒 那这种湿热之毒的东西啊 其实甘草谢心汤 特别有用 就是禽莲草这三个药 这个配比再加上这个谢心汤结构的时候啊 化毒的效果特别强 那如果你要说从哪个角度来看 它可以看到它最代表的食用呢 那就是我们的 胡获病 十三之九条 跟十三之十条 这个胡获病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考证的部分 等到我们真的交到这里再讲了 那这个病就是这个人啊 好像感冒 爱困 又睡不好 然后呢就这里烂那里烂 他说 如果是你的喉咙烂掉 我们叫做祸 如果是阴部烂掉 称之为胡 那然后呢 这个不想吃东西 然后怕闻到吃饭的味道 然后脸色这样子怎么样 就是各种各种各样的症状 那我们 现代医学的领域啊 中西医合并研究来讲 要找一个病 最像是张仲景说的这个胡获病的话 那今天是叫什么病啊 叫一个什么土耳其医生发现的什么 白塞士症 有没有人听过啊 白塞士症 不能叫做白塞士病 因为呢 它不是一个什么固定的疾病 而是在一个人的体质啊 成到了某一个状态的时候啊 它会产生一个症状 那这个症状我们简称为这个三联症 什么叫三联症 就是这个人烂眼睛 烂嘴巴 烂阴部 这样的现象 这个是被归类于一个什么 自体免疫功能失调 之类之类的一种说法的啊 那这种口眼生殖器的这个三联症呢 它的这个症状来讲啊 就是自体免疫失调的现象 其实跟这个金粿里面讲的状况很像 因为这个眼睛要烂一个洞啊 然后淤血啊 那个就是后面那个什么眼睛红如鸽子眼 那个当归赤头伞症 就是下面那一条讲的东西 就是都很像 所以既然现在有一个这个白赛事症啊 它的那个状态是很像胡获的 那我们中医界也会拿这个甘草蟹心汤去治治看 就当作这个人的免疫失调 是湿热之毒基在那边的一个问题 那用了甘草蟹心汤呢 的确在临床上可以大幅的改善 所以今天如果你一定要说 招动你说的胡获呢 可能是什么东西的话 那这样的一种病 就是什么烂嘴巴 烂眼睛 烂阴道的这个体质 还是可以用 我从前在学一开始 学金贵的时候 没有搞清楚这个东西跟体质有关系 所以张农景就说 这个烂喉咙的呢 用甘草蟹心汤嘛 那如果是烂嘴巴的 这是用甘草蟹心汤 如果是烂下体的话呢 就是用这个苦僧汤来洗 对不对 像从前我就遇到过一个朋友 那时候我没有帮他看好 因为他说他的那个阴部 常常烂 所以会痒得很难过 所以我就说那阴部会有这样的问题 烂的话 长疮的话 那是什么 舍疮子啊 煎汤来洗啊 什么的啊 就是妇人片的 那他这样子洗了之后就是觉得也没有什么舒服 也没有什么大好 那我后来 我到最近在回忆这件事情就觉得说 其实啊 有些人他的身体的那个这里烂那里烂 是里面有什么脏东西 那个东西你最好是用甘草蟹心汤当底子 把他那个会烂的体质把它医好 你知道有些人他就是不干净 你知道有些人他的 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有些女生也算是他的美女 可是就是动不动长这个长那个你知道 那种乱七八糟 那就是有些那种脏脏的东西 那甘草蟹心汤比较有用 就体质上用甘草蟹心汤调 就是这样子一件事情 那讲到这个甘草蟹心汤的这个结构呢 到这里我们还勉强啊 可以说是在我们能够理解的范围 那我们要看一个 我们不容易理解的甘草蟹心汤在哪里呢 在五支四十九条 五支四十九条啊 是讲这个寒病 不是感冒 是纯粹受了寒气 那这个寒病呢 他有一条他说当一个寒邪啊 打到你的心脏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当然这个心脏啊 可能是指这个独行的能量的那个心 因为有形的那个心包的病都放到胸壁边去了 就是有形的心脏的病 那个是另外一个路子 那他就说如果这个寒气攻到你的心脏啊 就是天气冷的关系 他说胸邪之满 这个背啊 这个整个这个胸腔区块都痛啊 对不对 就是寒气攻到这个地方大概就是这样子的痛 他说圣则喜悲 这个人大笑或者大哭 因为心脏受血人的这个喜悲的情绪会受影响 就像三黄蟹心汤制什么 制一个人大笑不止啊 就是一个人心阴虚的啊 真的就在那边 你知道有些心阴虚的人真的这样啊 在办公室上班 对不对 到了下午三四点 那他莫名其妙 找一个一点都不好笑的事情 开始在狂笑 那这种人还是有的啊 这个要要资心阴啊 猪鸟汤或者三黄蟹心啊 那这个他就说 这个是 然后呢 发作的时候这个人会昏倒 然后醒来的时候 我在哪里你是谁啊 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他说是寒邪成心啊 所以这个人心的这个意识啊 为什么那么多人在笑的很奇怪 是你们家有这种人是不是 那这个 这个人会有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他说首先要 第一个有这样的状况 那个寒邪正在攻心的时候 用强心阳的药 然后那个阳气把它逼出来 那怎么对强 补羊通羊的就是 通卖四逆汤嘛 四逆汤里头再加 葱白的这个结构了 那这个 对不起 葱白是外加的啊 这个情况还不一定要加 那这个 他就说 但是呢 有一个状况 就是这个寒邪在你心里面 久了啊 他会找地方啊 粘住你 那粘住你的这个心经之后啊 会产生一些心经上的病变 他如果这个 像这种寒气粘在身上 那个 如果是读诵本上寒金窥的人 当然会很熟 就是比如说圣酌 寒气酌于圣经 要用干干淋酌汤啊 之类的来处理这个 就是圣酌汤来处理这个 然后他是因为 圣酌汤是金窥就有的 是大家千年来很熟悉的 但是这个地方是大家不熟悉的 这条是桂林本独有的啊 那他就说 如果呢 这个寒气粘着在心经上面了 那你会怎么样啊 会轴外痛 你说这个手臂啊 哪里是内 哪里是外啊 没关系啊 就算心经经过的地方啊 那这个时候心经经过的地方 被寒气粘着 你会觉得 动的时候 那条心经经过的地方会痛 这样子 那这个这样子的情况呢 他说用甘草谢心汤 其实你看了之后 你会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又没有看到什么心经引经药 对不对 就是觉得好像 不过这个着病本来就是很怪 像着于圣经 你用干干淋酌汤 甘草干姜福灵白酌 这有什么圣经引经药 连细心都没有啊 有没有效 有效 这是很奇怪的 就是圣座 就是你一样着于圣 两条腿啊 就是这个膝盖后面特别的紧 然后觉得走路的时候 下半身发重 那那个圣座汤还真有效 就是没道理 但是有效 或者是这个道理 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领悟啊 就不知道他是在处理 什么层面的身体 这个是我们不知道的 这到底是 因为你或者说 黄情黄连是谢心之药 对不对 然后剩下还是补皮之药 我昨天问那个班上针灸的比较好的同学 我说有没有这个路数 他说有 如果是手肘痛的话 的确是心经跟脾经都可以下针 他说有这个路数存在 就是补皮来谢心 所以你勉强要说 要把心经之邪把它弄松啊 补皮是一个方法 让那个邪脱尾 这是一个做法 他说只是针灸上面 皮经也是补 心经也是补啦 也不是像这样的 一定要谢心 那这个地方啊 会痛的话 代表这个邪啊 有一点偏实了 因为虚邪是发酸 不是发痛 你知道心经应该是能量很强烈的心 对不对 所以一旦不通啊 就好像是这个 什么讲 电阻大的地方 它会热的 它会晃 就是虽然是因食之病 还是会化热 所以我们姑且想象那个痛 是有热邪才会痛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当然不通则痛也可以啦 所以用谢心经的药去动心经 把这个黏着于心经之邪拔掉 这样的一个路数去开咬 然后手臂就不痛了 听说我们有助教 真的手肘就是心经上来痛 所以用这个就医好了 所以这个很诡异的条文 它有它的意义在 然后呢 我为什么要特别花力气讲这条 是因为啊 日本一家啊 也不是每一个人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 国学的这个底子是够的 像胡获这个东西 我们中国人都考证很久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 那么日本人啊 这些话外的野蛮人 拿到一个伤寒论啊 杂病论 这么看着啊 他看到胡获的时候是什么呀 在日本的这个民俗之中 有一种东西是 叫做道合神 对不对 就是喜欢吃道皮寿司的时候 O inari sama 那这个是什么 就是胡仙嘛 我们中国人叫胡仙 日本人叫道合 那这个 这个胡仙在日本是很流行的东西啊 如果有家 哪个村里面什么 你们家的阿姨 被胡仙上身 她就会这样子抖动 然后就会说出 啊 你在外面投女人 你太太不知道 啊 你的钱包掉在衣橱后面 就是很灵的啊 就是胡仙上身在日本 是常有的事情 那所以 对日本人来讲 胡获是什么 就是鬼上身嘛 所以呢 这个药啊 日本人是说 他 临床上的疗效 就是治各种 平衣病 这个跟 柴狐龙母不一样 柴狐龙母是 治 这个人的 灵体 被邪气所伤 或者被震伤 就是精神创伤 那是灵体的表面啊 就是精神创伤 是留在经脉上 灵体的表面 所以就是说 这个人 被 什么不好的东西 煞到或怎么样 灵体的表面受损了 那种精神创伤 的柴狐龙母 但是如果 那个邪气 那个灵 是真的有一个什么灵啊 粘在你的这个表面意识的 这个核心的 这个心上面的话 那不是就是 邪卓于心吗 那邪卓于心 你要把它拔掉的话 是这个东西 所以 邪卓于心的这种情况下 日本人的依然是这样子 比如说 梦游病 因为如果你用灵界的角度来揣想 梦游病好像是你睡着了 人体里面有个什么真正的灵魂 离开去吃饭了 然后这个空壳子放在那边 那别的灵魂就来玩木偶戏 所以那是邪卓于心 就是动到这个表面意识了 然后或者是 日本还有一个依然是说 有一个太太啊 是不脱的 关一除的时候 把他们叫猫咪关里面了 关了三天啊 然后忽然打开猫咪啊 是气得要死 这样发疯一样冲出来 被吓到了 那他还被吓了之后 就行为举止 像猫咪一样 就好像被猫咪上身了 然后就用这个 就是那种各种各样 那种精神异常啊 那种怪里怪气的东西 结果现在变成说 用甘草蟹心汤 而你说日本人 为什么用甘草蟹心汤 是因为看到胡获就说 那就是狐狸迷惑了嘛 所以鬼上身就要用这个方 就是完全是读错 然后来用这个方 然后有效 这是莫名其妙的 可是你用这个桂林古本 这个的确在临床上有效的 这个含血浊于心这件事情 来看这个层面 好像它的有效是 大宇宙的冥冥之中的旨意 如果这个杂病论 没有流传到这个日本去的话 我们就不会知道 它可以治这个鬼上身的病了 那所以 这个就是甘草蟹心汤的 推阔用法里面 我觉得比较厉害的 当然基本用法是嘴巴破啊 什么的啊 这种口迷屑 那心下痞 心下痞加失眠 那如果你要推阔来讲的话 如果这个人呢 屡屡撞邪 那你想想看 就是这个 这个能量上面的这个 这个问题 那你说失眠 有没有机会用甘草蟹心汤 有这个甘草蟹心汤 有 失眠而心下痞的时候 就用 因为失眠病 也是 可能是鬼上身 我想我上次在教酸草蟹心汤的时候 是同学有史以来缺席率最高的一次 而且 我教得顺的同学就趴下去睡着了 所以好像有一点什么 灵界干扰之类的 我说 教书的时候 那个灵界干扰很强烈的是酸草蟹心汤 吃药的时候 灵界干扰很强 灵界干扰很强烈的是柴虎龙蟹心汤 那这个甘草蟹心汤 就不知道这个力道有多大了 但是 你同学如果回去看一看这个 医案的话 最后几则日本的古代医案的话 可能可以归纳出 大概什么情况 用这个药 那它的鉴别点的话呢 如果一个人的这个 因为它的症状有那个顽骨不化下力 对不对 那当然这是要加上负中雷鸣才行 如果你是顽骨不化下力 可是肚子没有咕噜咕噜响的话 这个是里中汤 四腻汤 这个不要冻到甘草蟹心汤的 那这个 而且在甘草蟹心汤结构里面 就是说 在这样的结构之中 其实 历代学有说 这个药到底是一个补的药 还是蟹的药 我想 皇秦皇连在这种情况下 照理说是没有 很伤元气的 那我们今天是因为 阳虚体质太严重 所以这个汤才会产生副作用 那今天在说的这些汤呢 我想 这些都是同学 我觉得我认为回家 不要忘记的汤 因为很容易遇到 那临床也好开 这样子 我认为 我认为了